我们看一下第二节 第二节呢这边谈的是利用 利用极坐标来找面积 那么首先呢我们把坐标系呢 跟各位同学介绍一遍 因为我们这个有些文科的同学 对这种东西不是那么的清楚 那么有一个固定点 我们说有个固定点 我们叫做O 那这一点呢我们称为极 或者是极点 或者是极点 那么极点比较顺口 这话好像有点怪怪的 不过我们有些书上就说极 或者是叫做极点 我们这边不叫做圆点 因为它是坐标 那圆点的话是0 0的话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这个卡式坐标 不太一样 好有一点画出来 这一点叫做这个极点 那么极点的话向右 向右 向右 有一射线 向右边水平 水平右边画一条射线 那这一条线呢叫做极轴 好叫做它是一个轴 极坐标的轴 我们称为极轴 好我们称为极轴 好那接下来呢 有一点P 有一点P 这个P呢它是异于O 不能跟它同一点 好异于O 之点 好我就随便点一点 好随便点一点 好这一点 跟O不一样嘛 对 好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我们说R叫做OP的线段R 线段是什么 就连起来 好这个就是我的R 那么我们就说线段的长就是我的这个R 那么他们的夹角 他们夹角有没有极轴 而且怎么样极轴 好这边 与 射线OP 好射线OP 好这是一个射线喔 射线OP 那么线段才有长 射线的长是无线的 线段的长 所以我们把它画长一点 射线的长是无线 只有线段才有长度 射线没有长度 好我射线OP 与射线OP是夹角 为θ 折称 折称 我们的P P这一点的极座标为 P之极座标为 为多少 为R Z 为多少 好为R Z 它的夹角 这个叫做Z 所以这一点P 它的极座标是R Z 好 RZ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极座标呢 我们如何在这个 座标平面上面 把那个点标出来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是极座标 你在写这个 你在画这个极座标的时候呢 你要说明件事 就是说射线 因为它关系到一个角度 比方说这边我写射线θ的话 那就表示从这个极轴 这是它的极轴 从极轴这边呢 绕一个角度 这边叫做θ 我现在假设 θ角度是这样子 那现在如果这个R 这个R呢 是大于等于0的话 那这一点呢 这一点极座标RZ 它会位在哪里 它会位在射线 θ的上面 射线θ的上面 如果这个是大于0 大于0的话呢 那RZ这一点呢 它会位在射线θ的上面 从这句话 其实你已经可以了解到说 我们在点 我们把那个极座标的点 把它标出来的时候 它的方式 它的技巧怎么点 第一个 第一个 你就先画这个θ 画θ 那在这一条射线上面 在这一条射线上面呢 它的R一定是正的 也就是说 它给你多少角度 都不用去管它 就算是它是正的啦 负的都可以 你只要把这个角度画出来 如果这个R是正的 你就在这一条线上 把这个R给标出来 比方说 我们现在是这个1 然后θ 然后1θ 那么1θ怎么画 当然你先画一个θ 对 我说先画角度 这边 在这里 我们先画角度 射线 射线θ 我就先画一个角度 那这个是我的射线 那么1 1是正的啊 对1是正的啊 那正的的话 那我就在这个 射线θ的边上啊 找到一个单位长 唯一的 这个就是我桌上的点 这一点叫做1θ 所以呢 我们在画这个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点标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先画角度 第一个先画角度啊 那接下来 就分成两种情况 若 我现在就是这个 刚刚讲的 若R大R0 那就是在哪里 在θ上 就是这样写 简单的写 就是在这个射线的θ上面 在这里 那如果它是负的话怎么办 一样 如果R R0 则点这个是位在哪里 它是位在射线 θ加π 那θ加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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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 这是我的θ 那π 刚好是一个180度 就是一个水平线 所以呢 θ这边为止的 那你再绕一个什么 绕一个180 换句话说 你现在就要找什么 找这个 这线θ的对面 它的对面 它的对面 Food的话 是这样把它标出来的 所以一般呢 那我们题目如果告诉我 付的的话 它是付多少 其实那个都付的 先不用管它 如果R是正的 就直接画在 刚刚的那个角度 那个角度 θ θ上面 那如果是R0的话 怎么画 R0的话 一样 先 这边说 先在 θ上标出来 你先在θ上标出来 但是这不是你的答案 然后呢标出来呢 量那个相同距离 在反方向 在 反向 标出 相同的距离 相同的距离 那这个就是我的副啊 相同的距离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句话就是我现在黑板上写的 这个 如果它是小于0的话呢 你不要受到这个小于0的干扰 你一样 先画这个θ 好画θ 好 画θ啦 那比方说我这个 -1θ 好 -1θ 1θ 两个不一样 不一样地方是在这个前面这个R 就是大一点0 它是小于0 如果是小于0的话 一样喔 你还是先画什么 先画θ这个射线上面的点 那画θ射线上面的点 就是θ射线上面的点 那就是1θ 对1θ 可是它这边告诉我啊 如果这是小于0的话呢 它应该位在哪里 位在射线θ加π的上面 θ加π就是它的对面就是这里 所以呢你在这个地方 再抓一个标出相同的什么 再反向标出相同的距离 标出相同距离 这个就是1 这个距离是1 这个距离是1 所以这一点就是多少 -1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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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 你先标出θ 你先标出θ 你先找到θ 射线θ 如果是正的 就在这一条射线上面标出它的单位场 它的单位场是1 是2 你就把它标出来 如果它是负的呢 一样 一样 你先在这个θ上面 在θ上面先找到什么 在θ上先标出来 θ上标出来 可是我要的是多少 -1啊 所以我要的是-1 我要的是-1 -1呢就找对面 -1就找对面 所以这边是-1θ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要看清楚 好 这个要看清楚